下一個呢 我自己發生過兩次 因為打手槍導致包皮攜帶撕裂流血 第一次比較輕微 只有一點點傷口 但第二次傷口比較大 流血比較多 兩次都是讓他復原 沒有看醫生 因為博士說男生的這邊 神經很多才會流血 我想問最近復原之後 打手槍發現 攜帶沒那麼敏感了 是不是跟斷裂有關 他有沒有辦法恢復敏感呢? 欸,我要先澄清 我說的應該不是 因為神經很多 所以容易流血 並不是這樣 男生勃起之後 這邊有攜帶嘛 這個是攜帶 攜帶呢 攜帶跟龜頭 是很敏感的地方 但是敏感不等於會流血 為什麼會流血呢? 我之前說過了 因為你們在前後進出的時候 這個攜帶會被你們這樣子 拉扯拉扯 因為每個人的長短不一 所以如果你這樣拉扯的 比較用力 或者是你的潤滑度不夠的時候 它就會被你拉扯到受傷 那短...輕呢 輕度就會你覺得 怎麼好像刺刺的 種種的 那嚴重就是流血 那就是這個地方流血 就是撕...撕...就是摩擦會痛嘛 那有些人是腫這邊 有些人是腫這邊 不一定 那你說呢 這復原之後變得不敏感 這個是有可能的 這個理論就跟割完包皮 很多人說割包皮比較持久 我之前不是說過了嗎? 你割完包皮的前幾次 一定是比較敏感的 因為你割完包皮的頭 是露出來比較多的 但是經過你之後 你的龜頭跟褲子的摩擦久了 你的敏感度就會下降 那你一直讓這邊受傷 一直讓這邊受傷 你一直有結痂癒合 結痂癒合 那當然它的敏感度是會下降的呀 那有沒有辦法復原呢? 當然有辦法 你就不要再讓它受傷就好啦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像長繭啦 可是我沒有說那是繭 比如說長繭嘛 你這邊就比較不會那麼痛 然後或者你摩擦久 就越來越厚嘛 那你就會比較不敏感 這樣可以理解嗎? 不跟我們說到這裡的幫庭 我們一會兒的主張 對方來的天氣 你可以解決嗎?